9月2号这一天是花联市长魏嘉贤担任市长职务满五年并迈向第六年的日子 他表示在最后一年多的任期当中将会持续做大家的全民市长 在城市规划中全力冲刺力拼各项建设 民国105年9月2号花联市长魏嘉贤上任第17届市长补选一职 并在两年后107年的第18届市长选举 创下花联市长有史以来的最高得票数 五年以来历经过各种酸甜苦辣 不管是受到天灾的无情还是病毒侵扰 都实时在在考验着事工所的应变能力 即使眼前的困难重重 但也没有影响到花联市推动各项政策及建设的脚步 那五年以来真的经历过非常多的一个事件 从第一年遇到非常多的台风 到了隔年那也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地震 那当然在这段期间里面 我们对于花联市的建设跟争取都从来没有间断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说把各个公园都能够做一些防灾性的一个措施 那当然我们在过去承诺大家的亲子公园 我们逐一逐一地在做承诺的一个实践 那再来就是我们左仓公墓 从公墓转成公园 这也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心力 当然我们规划的期程是十年 当然走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一个雏形给大家来看了 那我们希望未来的市长 然后也能够接续地把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能够持续地来做完成 要谢谢我们市民朋友给我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顺利地再连任 那到现在第五年了 那我们有很多的证件也逐一地在兑现当中 那也希望未来我们这些市民朋友 我们会把一些成绩单 也跟所有市民朋友来做相关的报告 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做的哪一些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更支持花莲市公所 所有的公共建设 花莲市这五年来在魏嘉贤的执政下 无论是基础设施或文化建设方面 都做出明显改善 更引进亲子共融游乐的概念 创下东台湾之先 在城市外交更是交出漂亮成绩单 市长魏嘉贤表示 今年最重要的建设目标 就是延宕三十多年 潜涨速度缓慢的左仓公园 市公所三年前拟定活化 左仓公园的十年计划 连年来争取经费持续起绝目击 并铺设草皮 大幅翻转民众的刻板印象 并在今年9月16号起 将会全区起绝安放 朝左仓都会运动公园的目标发展 而虽然魏嘉贤目前没有明确 说出下一步的生涯规划 但也成为地方民众关切的议题 记者如雨慧 许立琴 花联市报导